备受争议的岛内兵役改革 最终要官宣了 台湾地区领导人蔡英文 今天召开安全高层会议 确定从2024年1月起 台军义务役由4个月延长至一年 预计将影响2005年以后出生 年满18岁的台湾义龄男青年 不过据台军透露 经过精算 岛内2024年满18岁的义男 多数都会继续求学 扣除替代役的名额 当年能征道的义男不到一万人 部分将分发至 台所谓三军战斗与战斗支持单位 部分则分发到台陆军新成立的守备旅 据台媒此前报道 台军主战部队人员不断流失 陷入缺人窘境 一无意再度进入战备部队 看似困扰台军的缺人问题可以解决 但答案正好相反 台军的志愿意人力问题 将会恶化到空前境界 换句话说 这些年轻人进入台军服役物役 无法担当复杂性高 技术性强的军种 只能在一些无关紧要的岗位上磨扬弓 等服役期限一到 立马卷扑盖走人 岛内舆论分析称 台军部队编制总计18.8万 但长期无法达标 台军近年不断扩编新单位 就算延长兵役 大部分人力仍需由志愿意担任 原本不足的志愿意人力 在台军转型征兵以后 分母大幅增加 使编制和现役的比例恶化 其实 在美国压力之下 岛内延长义务兵役 早已传得沸沸扬扬 只是蔡英文及苏贞昌等人 在政治盘算 寻找他们认为的合适时机 台军方透露 除薪资提升以外 实际上 台防务主管部门 早在今年11月初 就已确定延长期限 只等蔡苏等民进党高层拍板 但考虑到九合一选举等 直到今日才正式公布 事实上 民进党在九合一遭遇惨败后 兵役延长问题 就成了烫手山域 一方面 反蔡势力有不同声音 担心强推会进一步 危及民进党2024选情 另一方面 蔡英文又扛不住美国压力 不敢说不 只能言听计从 美国前国防部长 埃斯珀今年7月窜台时 就曾鼓噪台湾英部分男女 要全民皆兵 逼着台湾乌克兰化 也因此 美国在对台湾地区 进行大量军援及军售的同时 又要求台军扩边 扩援 一旦两岸发生军事冲突 又台湾耗尽一兵一卒 和大陆打巷战 制造两岸中国人之间的仇恨 虽然 民进党和蔡英文 为安抚岛内年轻人 又大把撒钱 将一五亿月薪 从新台币 约6500 大幅提升至 约2万 但效果似乎为乎其为 许多岛内年轻人 在接受街坊时 纷纷炸锅地表示 进去里面也是没在干嘛 扫扫地 除除草 也没啥太大功能 家长的立场是 很担心 会很担心自己的小孩 还有人一针见血地批评 蔡英文 你就继续做梦吧 以上 就是今天的岛内时政观察